孟哥的儿子李某某涉嫌轮件的案件已经过去了半年之久了 那这个案件的这个波及的范围现在是越来越广了 对在孟哥公布控告函之后呢 酒吧相关人员也不再沉默 8月15号酒吧负责人张某终于站出来指责孟哥 无中生有妄图扰乱视听将案件的审理带入歧途 在孟哥放出控告酒吧值班经理的控告函之后 酒吧方面第一次通过公开渠道正式回应了孟哥的控告函 指责孟哥在控告函中捏造事实实在荒谬 对于孟哥在控告函中所提出的杨某不实用手挑逗几名未成年人的下底 酒吧张姓的负责人更是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表示 这种话编造的太假了 面对酒吧负责人使用挑衅口吻的回应 原来信心十足的李某某代理律师蓝和却拿不出任何有利的证据来进行反驳 只是用有人操控舆论来为自己解脱 没想到蓝和律师这番议言论却是翻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蓝和本人在当律师之前就有过媒体记者的从业经历 正好被受害人杨某的律师田参军抓住了把柄 要走过操控理论的话 那需要相当丰富的操控理论的经验 比如这个相当丰富的媒体从业这个经历 他恐怕是夸大了某些人的力量 低估了多数人的自杀 目前李某某涉嫌轮件案件已经曝光了半年之久 吴休止的口水上已经让人厌烦疲语 期待公正的判决快快到来吧 娱乐新年利益暂停射击狗血案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